10月27日,缅甸一些民族地方武装组织《民地武》与政府军爆发冲突,缅北局势似有山雨欲来封满楼的前兆,究竟是何原因造成缅北局势突然急转直下?缅甸军方又为何直言缅甸面临分裂、危险? 开启订阅小铃铛,包包说历史为您讲述课本上没有的事情,多个组织的恩与愿。 国感同盟军现任司令彭德仁是已故前国感王彭嘉生的大儿子,14年前,缅甸政府军突袭老街,欲对国感同盟军强行武力收编,正当双方对峙之时。 时任国感同盟军司令、特区主席彭嘉生的部下白索成和魏超人、游国席等率部划辩,白索成被缅甸政府直接任命为特区新领导人,帮助政府军及缅甸国防军将彭嘉生及其余部彻底赶出国感。 两年后,也就是2011年,缅甸政府将国感特区改名为国感自治区,白索成任自治区第一届领导委员会主席,跟随他的军官及家人纷纷在国感自治区政府中担任要职,白索成的手下明学昌任领导委员会委员。 彭德仁此次向白、明等几大家族宣战。 虽然喊出了反对电诈的口号,但主要还是出于了断私人恩怨。 彭德仁曾发布一则劝详书,称接受国感地区武装人员投降,但不接受白家投降。 国感同盟军将本次军事行动称为十二十七行动或飓风行动,与另外两支民地武, 德昂民族解放军和若开军于十月二十七日凌晨,协同在善邦北部多个地区对缅甸国防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国防军原本在缅北驻扎军力比较有限,又被切断通往南方的陆地交通线路,没有增援力量,面临补给困难,因此应对不力,节节败退。 据缅甸军方称,当地武装已从缅甸政府军手中夺取了数百个军营,并攻占了多个主要城市。 目前,当地武装力量已南下并控制了高林市中心。 高林距离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仅300多公里。 按照当地武装目前的攻势,不排除一个月内攻克这座大城市的可能,除非缅甸政府军进行非常有效的抵抗。 当前形势十分严峻,缅甸代理总统敏锐警告全国人民,如果内战得不到妥善处理,缅甸可能会崩溃,是真的。 随着当地武装控制北部并向中部进攻。 缅甸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分裂的迹象,以军事手段将缅甸与政府军割裂。 或许就是当地武装挑起这场内战想要达到的目的,为了避免缅甸发生叙利亚内战的悲剧。 这场冲突现在已经到了解决的时候了。 当然,想要找到解决方案,首先需要了解核心。 缅甸内战也是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爆发的。 首先,缅甸作为一个长期受英,日殖民统治并不久前获得完全独立的国家,深受殖民统治的影响。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经济较好的南部和中部地区由英国当局直接管辖。 经济落后,偏远的北方地区实行自治。 当地酋长只需按照规定向英国当局缴纳税款或其他物资即可。 这种殖民政策无形中切断了缅甸中南和缅北的联系,加剧了两地的孤立。 因此,英国殖民统治结束后,缅甸虽然获得了独立, 但北部、中部和南部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却截然不同,朝鲜始终相信他们独立于国家而存在。 这种心理分裂已经为以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国籍。 据统计,缅甸是一个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国家。 统计数据中包括130多个已知民族,最关键的一点或许是缅甸长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贫富差距较大。 缅甸独立以来,主要经济中心位于南部,为了平衡当地经济发展。 缅甸也试图通过迁都来改变这种状况,但效果一般,中南地区经济之所以较好, 一方面与其相对较好的地理位置有关,另一方面与其地理位置有关,另一方面与南方势力主导的政府军抢占缅甸关键资源有关,资源丰富。 即使不进行深加工,仅仅出口资源就可以赚到不少钱。 北方地方武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无法忍受南方控制着北方的资源,却不与北方分享资源出口红利的事实。 除了上述内部因素外,外部因素也对缅甸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今年10月,米昂来公开谴责美国支持当地武装破坏缅甸政权,一旦解决了这些问题,未来缅甸内战就必须得到解决。 现在最重要的是停火,然后双方坐下来慢慢谈。 不过,缅甸政府军似乎并不想与当地武装妥协。 多方势力的举与是,反电诈是彭德仁为最大限度争取外部舆论支持的旗帜。 与此同时,他还有一面对内舆论的大旗,那就是他希望凝聚其反政府武装人民保卫军以及缅甸其他地区多支民地武的联合力量。 这一点,在国感同盟军的一则告缅甸人民的文书中有所表明。 事实上,缅甸此次出现混乱局面,与缅甸内部局势这些年来的演变不无关联。 2021年2月,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民盟高层被扣押,缅甸军方接管政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成立国家管理委员会,随后宣布废除大选结果,成立看守政府。 此后,民盟在各地成立人民保卫军,由民地武进行军事训练,对此,缅甸军方不得不在全国各地增加驻军以维持稳定。 国敢同盟军打响第一枪后,人民保卫军和其他未与政府达成和解的多知民第五相继发表声明,对军事行动表示支持,称愿意加入或在本地区开展军事行动以示侧应。 此后冲突范围很快扩大,战斗成多点散发态势,令国防军应接不暇。 11月9日,缅甸军方成立的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米昂来称,现在是国家的重要时刻,全体人民都应支持政府军,如果处理不力。 缅甸可能分裂,该委员会在12日证实,国防军与多个武装组织在善邦及周边的克耶邦和石阶省等地区均发生交战。 许多外媒在报道中认为,此次缅北冲突是2021年军政府夺权后面临的最严重的军事危机。 缅甸内部对话协商是唯一出路。 缅甸北部善邦与我国云南省接壤,边境县曲折绵长,许多地带没有天然屏障。 每次缅北发生武装冲突都会对云南地区的和平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2015年缅甸政府军在中缅边境地区对彭加生势力进行清剿时,缅军炮弹落入中国农田,造成中国编民多人死伤。 当时中方除向缅甸严正交涉外,成都军区还组织陆空力量联合应对,部队和民兵进行演习,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冲突持续的四个多月中,约有6万缅甸编民进入中国境内避险,引发了诸如社会治安、非法移民、毒品走私、跨境赌博等社会问题。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24日公布的演习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进行演讯活动的三个区域,分别位于国感自治区西北、北和东南三个方位。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李,25日表示,战区部队时刻做好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准备,坚决维护国家主权、边境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近期,中方官员多次会见缅甸军方人士,表达对缅北局势的关切,在不干涉缅甸内政的前提下,积极劝和促谈。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出,此次缅北冲突以来,中方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劝和促谈,推动相关各方以人民利益为重,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避免事态升级。 目前,国感同盟军与国防军已在老街对峙多日。 同盟军一方因推进顺利,信心高涨,占有一定心理优势。 近几日对老街为而不打,一方面是让部队进行修整,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争取谈判机会。 政府军方面地面力量不占优势,但有能力对老街外围民地武,进行空中打击。 不过空中打击恐将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对政府军来说,双方决战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一旦失败,将会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连锁示范效应,带来更严重后果。 因此,和平谈判也是最佳方案。